哈喽,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 家庭版核桃酥的做法 做法简单快捷而且非常酥脆 吃一口满满童年的味道 首先准备一颗鸡蛋 打算再加入食用油细砂糖搅拌均匀 然后再把低筋面粉 小苏打和泡打粉加进去 继续用橡皮刮板压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好 不要过多去压拌避免起筋 再把烤熟的核桃用手掰碎加进来 继续用橡皮刮板翻拌均匀 拌匀后再把面团分割成大小相似的小剂子 先搓圆然后再用手按扁 均匀地放到烤盘上 然后在表面再点缀少许黑芝麻 烤箱上下火170度 提前预热10分钟 放入烤箱后再烘烤20分钟左右 烤至表面金黄色 这样我们口感酥脆的家庭版核桃酥就做好了